哈囉大家好 我是陳瑜 我在《來勾引我男友吧》裡面飾演的是紫晴 紫晴這個角色她偏向比較倔強 因為是一直往自己心裡吞 一直往心裡吞 一直往心裡吞 所以慢慢地在心裡揚成一個怪物 我還沒有演過這麼暗黑的角色 所以這個是我自己覺得比較緊張的地方 我有她的那個面相 可是沒有走到她那麼自斷 我其實也是會在性感關係裡面 算是比較悶騷的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是想的 別人覺得你好像無所謂無所謂大啦啦 但其實你是很多事情想在心裡 或是說回家之後才想要殺自己千百遍的那種 就是我們當時候是我跟Herry講好 我們大概要請哪裡哪裡哪裡 可以摸哪裡哪裡哪裡 然後我們已經完成這個set之後 還沒喊咖 再一次 還沒喊咖 再一次 所以真的感覺親了超久的 她跟武打戲比較像 就是你一定要先講好 你要走哪一個路線 然後讓對方大概知道怎麼接 我自己在意的就是要 雙方大概知道要做些什麼 讓對方是覺得被尊重的 劇本上看的時候其實就是這樣一行看過去 可是實際在執行的時候 超級緊張 就是一直覺得說 這個尺度OK嗎 我這樣會不會一下去然後太色情 我沒有拍過 所以不知道實際上我會做什麼事情 整個過程是覺得 好像解鎖了一個東西 如果你是子晴 你會想要測試你的男友嗎 會不會一下 會不會一下 會不會一下